好 这个东西呢 说完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端当中 我们还想再来做改进 怎么去改进呢 那我们要去改进的方式就是 去想一下 这个关于某些特定条件 经查询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仇复的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两个人正好去识的是 同样的一个条件 然后呢 我要去经查询 有可能吧 那也就是说 我在这里面 就强迫的 如果真的想要去加缓存的话 能不加缓存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给大家去引入一下 我们想把缓存给加进去 如果在这里面觉得有必要加缓存的话 那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给你加缓存呢 加这个缓存的话 我们是要给它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呢 咱们去讲一下 我们看一下 在缓存的时候 缓存什么样的数据呢 按照我们所说 应该缓存的是 查询出来的这个结果值吧 就比如说刚才拿到这个列表 或者说刚才拿到这样的完整形式 不哪种形式都会呀 我要把它换进去 缓存进去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最终要把它保存到 RIDIS的时候呢 我要去存放了 存放RIDIS的时候呢 那我到底给它起的那个名字 是什么样的名字 怎么去存放吧 你说吧 这个数据查询出来 是不是肯定跟根据这个特定的条件有关系啊 对吧 你条件不同 我最终查询的数据也是不同 那也就意味着说 缓存数据也是不一样的吧 对吧 那所以这时候可以能怎么做呢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条件也放到那个RIDIS当中那个键里去 可以吧 那就相当于 那我在RIDIS当中 比如说我要存缓存数据的时候呢 我就存了叫做House 然后呢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List 然后呢 我把那个各种条件给拼进来 可以啊 你比如说我把对应的哪一个条件呢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时间 好了 我把期时间给你放到这 相当于这个百分号 这里面呢 我给你放到对应的这个期时间 这里面相当于我给大家去进行这个维码的展示 就代表这样一次 我把它给拼到这 然后呢 可能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可能还会有结束时间 好了 我也给你当做一个键来放到这 可能还会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说了 侠缓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程序去ID啊 那把程序去ID 我也给你放到这 AVERYID ID也给你放到这 那还有什么样的对应的数据呢 还会有这个排序关键字吧 排序也决定了我最终的结果 所以我把排序也给你放到这 那比如说SOLEK 然后呢 再往下去走的时候 我们说了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页数啊 对吧 还有一个对应的页数 那关于这个对应的这个页数的话 我们去想 前面是这个页数呢 就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 把数据给你拆分了一下 拆分之后 我去能够一个结果集 那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条件一改变的话 页数所对应的查询的结果 不论是哪页数都得去变化呀 那我这时候 咱们可以怎么去做呢 我如果说 我可以把页数给你放到这 把页数给你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我把每一个页数的东西呢 都专门作为一条记录 然后呢给它去形成一个结构数传 保存进去 这可以的吧 然后呢再把这条记录 你给你设置于比较期 但是如果说了 我说最终的话 不论是哪页 它都是跟前面这个条件有关系的 那我能不能把所有的条件的数据 都给你塞到一起呢 就相当于 我把所有的条件 形成一条记录 然后呢 凡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我在read当中呢 只作为一条记录而存在 然后呢 把符合这个条件的每一页数据呢 都放到这一条记录里面来 只维护一个条件的有效期 能可以吗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按照刚才我们所说 我想把这个数据 给你保存到read当中 作为缓存 这东西才能跟它上吧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那我们保存的数据 说白了 不就是保存刚才所查询好的 这样的结果数据吗 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数据吧 要把这个数据 给你保存进去 就是从我们所看到的 后面已经关掉了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数据 能给你保存下来 那保存下来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你不是得在这个read当中 累据找到一种数据类型 专门来去存放数据吗 对吧 我们之前在保存 缓存数据的时候呢 选择是哪种类型啊 都是字不算吧 把整个记录当作一条记录 是存在的是吧 那你现在想了 那整个记录 也就是说缓存的话 是缓存这么一个值 缓存这么值当中的话 当中的这个houses 以及总月数 是不是根据你这次查评的条件 是有关系的 你最终再去查评的 这个条件不一样 你最终形成的这个缓存数据 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所以那也就因为说 我在read当中保存数据的时候 没问题 我最终是要保存 整个的这个东西 我要给你存进去 存到read当中 但是在read当中的话 它是key1位型的话 我总给你找了一个起名字吧 这个名字我给它起谁啊 如果还像我刚才之前所写的 这样的逐页 好了就写一个逐页的话 那相当于逐页它只有一条 所以放到这儿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列表的话 整个数据是跟条件有关系的 那我还能够给你 只放了一个键来去采放 不能了吧 说得把那个用条件 来去区分你的缓存数据啊 我通过条件 你这个相当于 我传的是什么条件 我取出来的 就是符合了你这个条件的 那个缓存数据吧 所以我需要把条件 给你追加进去 那这样一点 大家还明白意思吧 我就相当于是把起始时间 给你放到这儿 然后呢 相对应的 我把这个终止 结束时间 凡是 在这条记录的时候呢 所用到的条件 我通过的都放到 关系上的那个记录的 那个key里面去 去ID 然后呢 还会有排序 还会有页数 我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无论是 哪个条件查识的时候 那对应的 符合这个条件的 那个缓存数据 是不是都能够区别出来了 现在呢 跟着上了 跟上去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就可以了 那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我存放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还是给它转换成 似乎串 再行进去 然后呢 每一个条件 是不是都会有单独的一条记录 然后单独去维护有效期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了 你按照这样方式去做的时候呢 如果说 符合一个条件 符合了一个 比如说什么条件呢 符合这个条件当中 有页码为1的一条数据 然后呢 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还有一个页码为2的数据 符合的话 还会有一个页码为3的数据 这是相同的条件 分了三页数据 然后呢 我们再去存的时候呢 是分开存了三条记录 分开存了三条记录的话 每条记录 是不是都会有自己的有效期啊 有效期吧 有有效期 但是呢 这个有效期的话 如果单独去维护的时候呢 如果一条失败了 如果一条失败的话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说了 符合那个条件的数据 稍稍有了变化了 稍稍有了变化了 稍稍有了变化之后 我们关于Redis 跟这个数据库之间的同步 还是通过有效期来维护的 那也就是说那相当于 比如说第一月刚好过期了 刚好过期之后的话 那再来进行寻找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在数据库当中 再进行查几啊 形成新的数据的话 形成新的数据的时候呢 那好了 这个数据的话 符合这个条件数据呢 那出现这样的数据的话 那咱们怎么办呀 可能可能是让用户翻了两页 还能够看到相同数据呢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最好再去做的时候 哪怕说你这个数据变化的话 也应该是符合了 所有这些条件数据 不管是哪页 是不是应该是一体失效啊 一体失效再重合再次生成的吧 可不可以这样做呀 一体失效的话也就意味着说 我应该是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不论是哪页 是不是应该都是 给你一起筛促啊 一起维护的话就好了 我就想维护一条有效期 如果维护一条有效期的话 怎么去维护呢 那我就不用这样的方式了吧 那我可不可以把页数 从你的键当中给你去掉了 去掉之后的话 我只把条件给你作为一条记录 然后呢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所有的记录 我通通都放到这一条当中来 形成可不可以呀 可以形成的话 那接下来你说 那我这时候应该选择哪一条类型啊 指的是哈希类型吧 我把选择哈希类型 我选择哈希类型的话 然后呢怎么做呢 我在这条记录当中 我去做了 我以页数当做键 然后呢把那个据的数据当做值 然后呢再以页数当做键 再以数据当做值 可不可以呀 接下来的话 你有了条件 你要过去几条记录页 我就给你返回记录页数据 然后呢一旦记录过去的话 所有的页数全部失效 你再重新形成 往里面补充 可以这样做做吧 好 这是我们就说是为了 这个 在这个列表页当中呢 不一定真的得去引入缓存 我们只是说 强制地给你引入缓存之后呢 然后给大家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有了一个新的启发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花系类型 也给你用上 因为我们之前什么图 没用过花系类型啊 所以咱们把这花系类型呢 给你去解账 好 咱们把这个东西给你补上之后 那相对应的 我们就可以进行 这样一个操作处理了 操作处理的话 好了 咱们在这里面呢 进行 进行弓存 那也就因为说 我上面已经形成数据了 上面在形成数据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面就不再直接返回 而是说想把这数据先转换成一下 然后记录再存到里面来吧 对吧 好了 咱们在这里面 我相当于要给你转换成记录了 这是最终的响应值的结果值 response 然后呢 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字典 那我好了 先把它转换成一个字典 转换成一个字典之后 再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Jason 里面的这个DAMS方法 我实际上对应到说的 你在这里面存的时候呢 虽然使用哈欣 但是哈欣里面对应的那个箭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还得是那个字典呀 对吧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在regis当中的话 哪怕是利用更高级的数据类型 哪怕是利用哈欣 没问题 里面的箭值队 仍然也必须得是字典 它全部都是建立在字典的技术上 进行操作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还是把它转换一下 ISP里面的这样一个字典 然后呢我去形成一个对应的那个接测数据 形成这个接测数据之后的话 我要往这个regis当中进行保存了呀 从这个regis当中进行设置了 设置那相当于是 把它设置缓存数据 那我们去设置这缓存数据的话 这就意味着说 我要操作这个哈欣了吧 哈欣的话还有印象吗 哈欣的话 我之前是给我给 这个regis给大家提供的两个链接呀 那个链接是没来得去看呀 没来得去看的吧 应该是h代表是哈欣类型 然后呢set代表进行设置 这是关键的一点 然后呢在进行设置的情况下 我要去起名字了 起名字的话 我先把这个名字放来 比如说叫做regis 我要去存放的那个k 我先找一个变量 来去拼一下 那是哪个的k呢 按照我们所说 比如我把它叫做house 然后呢直接给它拼到这个条件吧 那就一个百分号 一个百分号来去做 一个百分号 百分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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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共是几个条件呢 起始结束 去运id跟排序吧 四个条件吧 然后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下面还进行一下处理 原因在一场上 如果没有情况下 默认不都返回是nine呀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 轻轻一下处理 我都给你改为这样 通知都转的方式 然后呢 咱们往这里面进去拼接 也就意味着说 我在拿取图中呢 第一个 咱们把它叫start data 然后呢 end data 然后呢 还有一个区域id areaid 还有一个soft key 我通通的全都给拼到这里面 拼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一个pay有了 这个pay呢 就作为 我在去保存的时候呢 right this的一个对应的pay了 好 这里面关注这个地方 接下来 对应哈希类型的话 先去 这是ready start ready start 里面的h side 这是件的这个记录 然后呢 再来去设置 在这个记录当中的一个字段的名字 是谁 那当前如果要存的是不是列数啊 所以page 再来往下看 那个page所存在的数据值是多少呢 对应的是刚才转换好的这个json吧 是把它存进去啊 这是关于保存 这是哈希类型 这个哈希类型 哈希类型做完整之后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还要得去设置有效器啊 哈希类型可是没有那种简便的方法能够做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还得去设置一下有效器 redis start 当中的叫做expare 没有这样的谱数形式 这些最好它是redis key 然后呢 我去设置它所对应的一个有效器 咱们在这个concent当中来设计一下 这也是相当于是host list 然后呢 page 对应的cache 缓存数据的有效器 这个redis cache 有效器 esp esp iis 对应的比如说还是7200秒 房屋 列表 页面 页数 缓存 时间 单位 秒 好 这里面我们转完转之后 回过出来 咱们在程序当中直接进行使用 应该自己呢是concent当中的刚才那个值 放到这 这是关于这样的 关于这样的 关于这样的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比如说 不得去复合一下 长样 刷一下 然后呢 except一下 se 然后呢 如果出现一场记录一下日识信息 loger error 然后呢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场的话 我们实际上有不用做任何词一样 接下来return就可以直接返回了 反正的话直接是return json 然后呢 对应的 是不是还得自己出去一下呀 自己去处理一下那个想用头 content 对应的 tap 对应的是完整程式 application json 好 这是关于这样的操作 那这一点补充完成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咱们再来往下操作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 我应该是在哪呢 是不是在上面给你进行上 补充那个使用缓存了 所以一上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面进行操作了 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我在这里面先拿参数 拿完参数的话 主要去拼击一下那个pay 我们把这个pay给拿下 这个pay 拿下 拿下这个pay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应该在哪呢 应该是在上面拿参数 然后这里面进行浇验呀 这里面浇验完成之后 才在完整条件的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去补充上 先拿参数 然后呢判断一下 如果参数是有的话 合不合法 合法的情况下 我才在进行过当中进行查询了 所以在这里面 咱们再去补充 read this 这个结果我们把它拿下 然后写一下 这是使用缓存 获取缓存是对 那先是有这个pay 然后呢再进行的是 就是read this 查询吧 read this 当中 stop 往外查 那ha 系列的话 咱们怎么查呢 是h get的方法 然后呢把read this key 放进去 然后呢 还要去指明 我要去获取的是什么数据法 我获取的是这个page 这一页的数据 所以会拿到 存进去的时候呢 是一个接词数据 我拿下来是别人接词数据呀 所以在这里进行一下 不过一场 然后呢 在这边直接current logger 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然后呢在这里面进行判断了 我们在这里面判断了 咱们可以在这里写一下 比如说就是else 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 如果 iesp这个json是存在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返回了 iesp这个json数据 然后定乱是200 然后呢再把这个content tap给补充上 application json返回 如果在这里面没有返回的话 是不是代表可能会出现异常 也可能没有这个值 然后呢接下来是不是进行的是数据库的谈操作了 是关键点吧 好我们把这个东西给补充上了 补充上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来去测试一下 我们让程序运行一下 咱们让它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当前的我的这个rightness当中 case新一下 这没有值 所以回过来 咱们还来去进行一下 对应的这个测试 比如说先把这个条件全都关掉 然后呢咱们来去send一下 send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拿到值了呀 拿到值回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case 新一下 当前是不是已经存到的这些条件呀 因为我别的都没传 这个排序的关键字是默认的 new 所以就有这样的值了 所以可以在这里面书可以查看一下 在这里面查看的话 可以hget 然后呢把host这个地方 new 拿过来 放到这儿 然后呢相对应的 比如说是第一页词句 看一下是拿到的东西了 然后呢也可以在这里查一下说呢 如果我想查看所有的数据的话 应该是哪个东西呢 是hget out hget out的话把数据放到这儿 然后呢相对应的 这是第一页的数据 是什么东西呢 是我们来区别化好的接线 然后呢回回来 我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把页数给你补充上 页数给你补充上 比如说就是第二页 然后呢再分了一下 这里面又有了 所以回回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hgetout下 当前的第一页 然后呢第二页 相对数据数都有了 然后呢 我哪怕回回来 然后再来进行 那渗操作的时候 也取回来的 都是缓存数据的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说 我在这个地方 写了一下第四页 写了一下第四页 你看一下 总共的页数 是不是只有三页了 我再渗了一下 渗了一下 这里面是没有数据 但是没有数据 回过头来 我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关于 那个四的记录呢 你发现是不是有关于 这个四的记录啊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 四页的记录 有意义存在 没有吧 所以既然没有意义的话 咱们可以终到对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 去保存的时候 可以进行压处理掉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去做一下处理 也就是说 在去设置 缓存数据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 不是直接都已经设置了 而是说 我可以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如果你当前要获取 这个配置这个页数 它只有是小于等于 总页数的情况下 我给你设置缓存 是不才有意义的 否则是没有认为的 可以咱们把这个话 直接给装上 我可以让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可以设置